走 怎么了 大哥 咋跑了 追呀 追马呀 追 你们发什么愣叫火呀 是 咱们去歇会 请你来是找山寨的 你当好 你连回去的路都不记得了 害得我在荒郊野岭里睡觉 气死我 我也不想这样啊 叔姑 我用草给你铺了块地方 盖了布 你进去躺躺 等天亮了咱一块儿去 天亮不了了 天亮就死了 你们知不知道山里有狼 大狼子别上山啊 这 这 狼 这有狼啊 小点声 真想把狼给招了呀 小师姐 我要是今天回不去了 我总也不会放过你 谁让你用钱用色迷惑我 谁能挺得住啊 快 快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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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Make One 我已有消除无疾 离我远点 起来起来 离我远点 紧有的 自全部 到了 Job在哪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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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呀 噓噓噓噓噓 看来不少童鸡猫的坏事 但是绝对应该死的 五三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我后悔一时大意 让你在山寨里得了成 要不是我当初一时大意 你能得了成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你会大便活人 我会传枪术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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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非得了 不见了 不见了 起来 你干什么 起来 你竟然能骗过我的兄弟 骗你们那帮啊 没脑子的土豹子 那是多简单的事啊 我还给他们洗脑呢 况且我发现 当马匪头子 也不是个很难的事嘛 你看见什么了 两个身材差不多的男人 正在对吗 你看 在马后 复藏蹈脖 连老大换了人都看不出来 果然众心耿耿 撤 一把年纪的时候 刚跳出你娘的手掌心 突然发现 两个文章 那哪个是马匪的头人 抽筋是吗 你也挺有本事啊 冒充我冒充了那么长时间 还没露馅啊 伪装你有那么难吗 是我懂得替你安抚家里人 只要我是他们期望看到的 没有人会赏得贵就什么真真假假 其实做这个大东家 也没什么难的 所以我说 你在贺家做东家做的 太投入 享受荣华富贵 现在被劫了财 才想着要回来是吗 你连自驾商队都打劫 贺文大 你还算人吗 对得起娘吗 对得起良心吗 我是马匪啊 马匪打劫就是生存之道 怎么了 这点你比我更清楚 恶极了 自驾商队也要贴啊 赵 好 对了 我忘了 现在这个自家商队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你这种人 当马匪也是马匪的耻辱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当马匪 还有狗屁原则的人 就跟做了婊子还要立牌爽 虚伪 我怕你当马匪当得上瘾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做老大这么逍遥 有时候我真的忘了自己是谁了 很多时候我都不忍心想起 但是今天见了你 我才突然想起来 既然我是贺东家 我就不会再让你做了我们贺家 你现在要 今天若不是我答应了爹不杀你 你以为你还有什么命站在这里 刚放下屠刀 就来找我讲道理 杀我 来啊 又打起来了 快点快点 我们得得到 轻点 找死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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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 我 我先杀了你 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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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从今开始 你的马匪生涯结束了 别 我不会杀你了 我把你的手筋脚筋挑断 当时你会像杀猪一样叫好 别过来 别过来 你不是杀过人吗 别别别 放过我 放过我 我我我我我什么都给你啊 初公 他毛羊动真格的了 咱们该怎么办 别 别 走走走 你干嘛你 站住 你别拽我 你给我 你给我撒什么 你给我下来 你撒什么 你下来 放给你 你们快过来啊 快把他扶到马车上去 主吴 你快来呀 这回他要抢咱们的马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哪 好人坏人哪 瘟疫狼狼 别吃怎么办 你给我撒去 你给我下来 站住 站住 我 楚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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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管他了 马没了 咱们能不能回去还不知道呢 你快想想咱们怎么办 你到底是谁呀 你 你说个话呀 你是会分身啊 还是会变戏法啊 你醒醒 你醒醒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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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扇 大哥 我引开他们 你带人 趁着你跑就跑 大哥 小心点 别让土味围子跑了 站住 走 兄弟们 快走 快走 抓住回首 擒擒擒王 是 快 给我站住 站住 快追 站住 快追 快追 都找了 没有啊 没有 不可能 他中了枪伤 一定跑不了多远 再分头仔细搜 是 搜 是 搜 若生啊 这不是你们鹤家的底盘吗 马匪头子怎么跑这边来了 这 是不是那马匪头子就躲在你们鹤家了 你什么意思 起来 来啊 在 跟上 走 快 是 跟上 日程 小门 帅 走 小门 谁 别动 别动 我随时会要你的面 把剑都放下 放下 夫人 夫人 开开门啊 夫人 夫人 怎么了 五房的张铺头求见 老太太喝了安神的药 刚睡下 我不敢打扰她 所以来回您 就说啊 就说我不舒服 不方便见客 让她先回去吧 是 张骨头 对不住了 我们家夫人身体不太舒服 不方便见客 你还是明日再来吧 你到底什么人 文达呢 文达在哪儿 你现在命在我手里 还要我谈什么文达 我随时会要你命 外面都是官兵 我要是死了 你也跑不掉 贺文达在我手里 你把她怎么样了 如果我死了 你永远找不到她 张国头 爷爷 你们这 裴伯 任生啊 怎么回事啊 爷爷 我们夜袭山寨 就会让麻斐头子给跑了 我们追着追着 就追到咱们家门口了 所以我 没事 没事 裴伯 我们至少怀疑 搜一下确保安全 不必惊恐 老夫人最近身体不适 不好打扰她休息 张大人是不是可以呢 可以可以 张大人 麻斐来了 二爷爷 麻斐有可能闯进咱们家了 那 那赶快搜一搜 看有没有吧 不管是吧 二老爷呀 都这么晚了 老夫人 怎么了 我说话不管用啊 二爷 还是搜一下安全 对呀 好 那这样 阮盛啊 带一队人搜后面 兄弟们 动作轻一点啊 走 走 是 是 你答应我 我要救了你 你带我去见文达 你答应我 你们轻一点啊 少爷 干吗呀 你想生官想疯了 当了捕快 带着人搜自己家 是吧 我 我这也是封命行事 你是为了咱们家的安全 别咱们家咱们家的 你呀 现在是捕快了 不是吓人了 是吃官犯的 少爷 你别这么说 我这么说怎么了 可骗你 润少 难道你是怀疑咱们家有麻匪 是吧 我是怕麻匪溜进咱们家 我是担心咱们家的安全啊 是啊 少爷 瑞瑟他 你滚回去 少爷 你要妈骂我吧 你骂他干什么 怎么了 我愿意 滚 小少爷息怒 阮生日也是奉命行事 一会儿就走了 您赶快回屋歇着吧 这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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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 那是夫人的房间 那这边 别闹了 看看 快点 张伯陶 我们家夫人不方便 还是就去看看吧 别出什么事了 快去 去 夫人 抱歉 打扰 夫人 不好意思 冬家喝多了 让你见笑了 哦 喝酒了啊 哎 哎 我知张仆头这么晚了 有何贵干 哎呀 夫人 承长真是抱歉 刚才承长带着官兵 去叫麻斐头子 正好走到贺家门口 这麻斐头子不见了踪影 这大晚上 要是他闯进来 怕出什么事 特意带着官兵 过来看看 一确保安全 哦 是这样 那有劳你了 哪里哪里 应该的 对了 夫人 有没有看见什么陌生人啊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我就是看看你 没事就好 抱歉 快来 抱歉 冬家 你喝得太多了 张仆头 张仆头 刚刚在马房附近 发现有血迹 看样子 人像从矮长那儿翻出去 知道了 抱歉 成长功务在身 打扰了啊 慢走啊 跟我走 撤 走 走 就是这儿 这也有血迹 这也有血迹 跟我走 快 是 给你看这儿 跟上 娘 润生带人搜咱们自己家 你都不管啊 回头再说吧 先把门关上 滚开 滚 我爹没事吧 没事 关门 你有我呢 关门 快点 怎么住这屋 我爹 要走 这么多血 怎么了 晕血啊 当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你的药呢 那个是进床药 是枪声 你能处理好吗 是什么 枪声 那怎么办呢 去哪里 我去找大夫 笑什么 恐怕连贺文达 都没看过你现在的样子 都什么时候你还这么说 我不管你了 我不说了 不说了 一现在出去 碰上张成昌就麻烦了 用火消毒 用刀子 把子能挖出来 赶紧 赶紧的 我 我不行 把我当着何文达 把对她的恨 全冲我发出来 我做不到 动手 干吗呢 我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见贺文达 赶紧动手 赶紧 夫人 您怎么了 我 我 夫人 我没事 您没事吧 您没事 我 我很好 赵不快 走了吗 都走了 都追马匪去了 别坏我好事 赶紧走 怎么回事呢 你别乱动 记住啊 如果你想早点见到贺文达 一定要好好保护我 保守我的秘密 你 连你们家老太太 也不能告诉我 如果有什么失误 你就永远别想见到她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东家 夫人 服人 夫人 夫人 东陵 怎么了 东这婶做好了早饭 让我给您送过来 冬姐 昨天晚上喝多了 还没醒呢 你先把早饭放在门口吧 还有 告诉他们 就说我今天累了 就不去骚饲场了 我知道了 夫人 糟了 发烧了 水 水 水 来 水 我好冷 冷 好冷 你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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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带我去找温达呢 你不能死 你还要带我去找温达呢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才回来 我跟你说 能回来就不错了 差点喂了狼 吓死我了 把他给我抬进去 这怎么一晚上才回来呀 我们被小石千儿那混蛋给耍了 那个混蛋 抢了我们的马先跑了 要不是我们运气好 碰见山上打猎的 人家有好心把我们给送回来 我们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楚姑还非救他 要是没有他 我们还能早点回来 楚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是问话的时候吗 看看我都什么样子了 下去下去 容我歇会儿 都问了好几遍了 夫人和东家没起床呢 他们都好些年没这样啊 在外面千好万好 还是自己家好 这男人在外面累了 总是要回家的 奶奶 这温大和宝琴 早饭没吃 怎么午饭也不来吃啊 叫人问过没有啊 是不是病了 奶奶 好像不是 我爹昨天晚上好像喝多了 没起来 对了 我娘为什么一个人搬出去住了 是夫人说 那屋阳光更好些 才帮过去的 奶奶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 您慢吃啊 我也吃不下了 收了吧 是 阿裴 我有事跟你说 他昨晚又去找宝琴了 昨晚发生了点事 你喝了药烫下去没回你 你到底是谁啊 真笨 我看 连个后文达都打不过 你们俩是真假美猴王啊 文达 这儿 已经离山寨很远了 官兵肯定追不上了 咱就在这儿歇会吧 对啊 山哥 就在这儿歇会吧 是 太累了 好 总算能有个 遮风挡雨的地方 兄弟们 咱们就在这儿 安营查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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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把官兵都引来了 我估摸着他上的不轻夫人 这件事啊 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啊 他们不出房就不出吧 可是夫人和他怎么共处一事 没事 宝琴自有分寸 不会有什么事的 哦 只不过 既然宝琴 知道他身上有伤 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为他隐瞒呢 我 夫人一定被他威胁了 没事了 还行 你 好 你们大伙儿谁身上有钱 好 拿来 拿来 我的 我的 就这么点钱 还不够兄弟们栽牙缝的呢 二冬家子 就这些银子都是最后的积蓄了 这兄弟们吃野果野味都不怕 可 可连喝花酒的钱都没了 看看 看看你们这些人的死样 钱没了 可以再去抢 可切实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懂吗 懂吗 没吃饭是吧 没吃饭是吧 狗 狗 阿山哥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你看看我们这帮人 每个人都有伤 这吃饭也是鸡一顿饱一顿的 这哪有什么力气去抢啊 是啊 阿山哥 你也看见了 官府对于干咱们这行的查得这么严 我们要是再动手 闹不好 全玩完了 我有一个办法 咱们现在不是不宜一起行动吗 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这点银子你们几个拿着 然后下山分头给我去找钱 两天之内在这里和我会合 二能家的 这兄弟们这么多年都没分开过 这分开能行吗 是啊 阿山哥 我们做土匪的只有拧成了帮才最厉害 这 这 这单独行动没弃意识啊 那你们几个就等个饿死吧 让你们单独行动那是无奈之举 大哥为了争取时间引开官兵 至今下落不明 所以我们一定要咬紧牙关 直到找到大哥为止 怎么还不行啊 不会给他赏了吧 你醒了 你昨晚一直在守着我 我答应了不把你送出去 自然能做到 你的烧退了 你这么冷 坐在我边上 我的烧能不退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昨晚有人抱着我 求我不要死 你烧糊涂了吧 我是看你伤得太重了 浑身发冷 我怕你死了 我的希望就落空了 你不是怕我死 是舍不得我死 才不是呢 你赶紧养好伤吧 养好了伤 带我去见文达 好啊 你真够冷 你真够冷 刚才睡 怎么不都躺一会儿啊 去帮我准备下衣服 待会王老板就要来了 啊 不是说了快线五日吗 这才几天呢 又过来催 不然我买风月楼 有时候会送银子来 人呢 真是冤家 不是说五日之内不送银子 就挂人头吗 小楠 你赶快去趟赫家 去问问 赫渡家在不在 赫渡家不是在这儿吗 让你去问你就去 哦 宝琪 你整个晚上没睡啊 我有这么好看吗 千万别看上我了 你是谁 我是你的男人 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你赚的 都是辛苦钱 五天之内如果没有 你把我的人头挂在你门口 行吗 以后别再委屈了 我养你 你 现在到了 一个冤家 变成两个冤家了 你说 你从什么时候进赫家 开始骗所有人的 你猜猜 我救了你的命 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 带我去见文达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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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我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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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达 温达你醒了 别打我 温达 别打我 别打我 是我啊 温达 我没死啊 我没死啊 你哪儿那么容易就死啊 我怎么在这儿啊 是我把你救回来的 你脑袋受了伤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你想要抵赖吗 我从来没答应过你 怎么能说抵赖呢 更何况 我就是贺文达 我怎么可能带你去见他呢 你就是一个无赖 没错 我就是无赖 但是总比伪君子强 比贺文达强 你对一个女人动刀刺 你算是君子了 哎呀 夫人 山上不是你们女人去的地方 啊 我那些兄弟啊 都是几个月没碰过 女人的虎狼之辈 带你去 我可不敢啊 你怎么会跑到山上去的 你到山上去了 你一个女人 到山上去干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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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 他睡过你了吗 就算死 我也要跟他在一起 你死心吧 待你上山 就等于暴露了我的兄弟 绝不可能 你疯了 那就是有了 是不是 你这个贱人 就算有 我也以为是你呢 他 你和我睡了二十年 你还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的我吗 夫人 张姑娘来了 在大厅里等着您呢 好 我这就去 他来干什么 放开我 水星洋花 妓女 谁 何文达 你疯了吗 我就知道你会反抗 所以派人把张捕头起来呢 如果你不带我去见文达 我就告诉他 你就是他要找的马匪 别忘了 你受伤的血衣还在我手上 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上床 你感觉怎么样啊 对 我就是一个水星洋花的妓女 那你有何必关心我床上的到底是谁 你还想不想知道 都有什么样的花样 不行 除了能为我买官的徐公公之外 别的男人都不行 你敢 我连死都不怕 你说我敢不敢 你别逼我 你别逼我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 是你逼我 你都上山当马匪了 还想什么买官的事 你有那闲工夫 好好想想你家的正房太太张宝琴吧 我不会带你去见她 你上哪去 你刚不也听到了吗 让大人在等我呢 我们得好好聊聊 你 你让开 你别让我客人等太久 这是我们贺家的礼数 你当然不懂 你真不用给逼我 我去招呼客人 你在房里好好歇息吧 我告诉你啊 代替你的那个贺文达 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几乎就没来过风月楼 人家对我们这种女人不感兴趣 我倒听说 他跟你们家张宝琴如交似漆的 好得很呢 连你老娘都被哄得团团转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本事大着呢 不可能 你是不敢相信吧 你不相信 竟然有一个外人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完完全全取代了你贺文达 张仆头 贺东西 不知道 夫人这么着急地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那人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不方便见客 对不住 张仆头 让你白走了一趟 没关系 谁说我不舒服啊 是有些人多虑了